一日已结婚的女儿突然跑回娘家,却对归家的原因坚口不言,是夫妻吵架,还是出轨离婚,亦或是有其他殷勤,独身父亲忧心揣肚着,却不知父女共度的这段时光,或许已是女儿最后的人生。 亮介是一名退休翻译家,妻子早逝,女儿出嫁后她过上了独居的生活,日常能陪这个怪老头聊天解闷的,也只有责任编辑野村和邻居主妇光带了。 但亮介似乎很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她不仅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学会了做饭,闲暇时看看漫才,将野村和光带在耳边叽叽喳喳地伴嘴,也算是不错的生活调味品了。 总之,退休后的亮介日子依然自得,并无什么烦心事,而某日女儿百合却突然提着行李回了家,这让亮介很是忧虑,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夫妻吵架,还是女婿做了什么不轨之事,女儿才被迫离家出走。 白合始终遮掩着不说,亮介便也无法再追问下去,父女二人关系一直不算亲密。 在女儿眼中,亮介是一个严厉,古白,甚至有些不尽人情的父亲,但这次回家,总感觉有什么变了。 家里干净整洁了不少,厨房里也有长生火做饭的痕迹,百合万不相信这是父亲所为,看来家里是有了其他人了。 面对女儿的怀疑,父亲却满脸疑惑,而后哭笑不得地说道, 每天在这里做饭的人是我呀。 百合原本还是不信,但看到父亲亲手写的菜谱和刀饼上的名字时,他男人大笑起来, 以前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怪老头,现在居然纹身厨房做起了饭,那场景想想就觉得好笑。 既然学会了做饭,就展现一下厨艺吧,吃什么不重要,只要是你做的。 老爷子不情不愿系上了围裙,女儿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 夜灯亮起,饭菜上桌,大份海鲜焗饭,看上去很鲜美。 女儿吃得渐渐有味,但中途再次笑出声来, 饭菜的美味,将父亲做饭时的样子衬托得愈发好笑。 银居光带听到百合的笑声,还以为又有时髦女人光临。 毕竟为了学习做饭,老爷子还专程报了烹饪班,班上的年轻女孩们常会来家中聚餐。 听到这儿,百合再度笑得前仰后合。 同人班,这可完全和父亲搭不上鞭,从前的老爷子可是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呀。 而父亲却说,不是不会做,只是尊重你妈妈的工作,没去做而已。 我什么都做了,你妈妈也会很困扰吧。 如此狡辩,女儿嗤之以鼻。 不过,老爷子的确是一个传统的人。 真是遗憾,瞎有点硬了。 百合挑刺道,怎么可能,老爷子不服气地将瞎塞进嘴里,而后陷入沉默。 初一还不行啊,接着上课吧,你说话还真是难听呢。 这一点,香爸爸你啊。 老爷子再度无言以对。 吃完饭,百合独自上了楼,儿时的房间被收拾得整整齐齐。 看来父亲还真是变了呀。 楼下,亮剑喊住光带,求他帮忙分析女儿为何会突然回来。 据说没有出轨、酗酒和赌博,可让主妇出走的原因多了去了呀。 光带让他直接去问问女婿,亮剑却觉得这样做很丢脸。 他请求光带能帮忙旁敲侧机地问一问。 而光带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转身到了晚安,留下老爷子一人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早,亮剑比赵菜谱做了美式早餐,女儿大快朵意。 餐桌上,他依旧在含含糊糊地问着女儿归家的原因,而女儿也依旧敷衍着。 亮剑唯有叹气,一旁的野村倒是喜上眉少。 吃完饭,妇女二人出了门,有多久没有这样相处过了呢? 一起在室庙中起伏,一起和邻居交谈寒暄,一起去菜市场、面包房和书店。 夜晚时,亮剑拎着超市购物袋,去了长光顾的酒吧。 老友很是嫌弃,亮剑却并不在意。 妻子还在室时,家里总是干干净净的,饭也做得好吃。 亮剑总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 直到她一个人生活,开始洗衣做饭打理家务后,才体谅了妻子的心情。 女儿的事也是如此,从前她很少过问,现在需要自己独立应对时,却犯了难。 该怎么办呢?还是找我老婆商量商量吧。 亮剑不自念叨着。 第二天,她来到墓园,却看到女儿正在妻子墓前痛哭,远远看着女儿的背影。 亮剑眼中尽是心疼,看来事情远比自己想得要严重。 她赶回家,雕带光带和野村,帮忙拖住女儿,而后匆匆出了门。 她却见了女婿凡行,想要彻底问个清楚。 而看到岳父背影的凡行,眼中却闪过一丝紧张与为难。 事实上,凡行明白岳父此行的目的,但她已答应百合不说出真相。 咖啡馆中,亮剑开门见山地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凡行眼神闪躲着,说没什么。 而亮剑接着说,我和女儿的关系虽谈不上亲密。 以前也总把孩子的事扔给老婆管,还曾被女儿质问,是不是和她合不来。 但为人父亲,哪有不心疼自己女儿的? 所以,恳求你能把真相告诉我。 凡行有些犹豫,却依旧没有开口。 亮剑突然笑了出来,看来你们夫妻还是一条心的,那我就放心了。 听到亮剑这么说,凡行并无多少放松,反而更显愧疚。 她最终决定将真相告诉岳父,前提是能在百合面前装作不知情,并保证还能如往常那般和她相处。 亮剑眼中闪过悲气,肆已意识到了事实的残酷。 她闭上眼睛,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但当真相被说出口时,她依旧无法轻易接受,百合她得了癌症,一时日无多。 凡行的话如晴天霹雳,让亮剑沉没了良久。 在得知患病后,百合决定将所剩无几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给自己这位丈夫,而另一半她想和父亲一起度过。 百合有许多和母亲的美好记忆,却几乎没跟父亲相处过,她想在离开前和父亲相处一段时间,并把这份记忆当作礼物送给父亲,所以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最后的时光,她想得到的不是怜悯与疼惜,而是那些流淌于洗衣做饭,吵架伴嘴间的日常回忆,真是个傻孩子啊。 听了女婿的叙述,亮剑眼中,泛出泪光。 这么多年,百合一直珍藏着父亲所有的著作,并且每一本都认真阅读做了标记。 女婿拿出酒来,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在百合上初中时,曾偷偷跑去书房看父亲正在写的东西,向逢亮剑回家,验证寻起女儿的意见。 百合心里觉得写得很有趣,但却故意说不怎么样。 后来,亮剑放弃了那本书的翻译,谁知道父亲不是完全因为自己才放弃的。 百合依然深感后悔,因为那本书后来成了畅销书。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亮剑早已忘记,但却深深烙印在了女儿心里。 我还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呀,亮剑喃喃说道。 其实一直以来,百合都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像这样令她挂心的事还有很多。 初一时,被话剧涉选中出演主角的百合,因缺乏自信而紧张过度,便一直在家里念叨个不停。 当时,他只想要一些鼓励,但父亲却立声喊道,烦死了,做不到就别做,推掉好了。 百合备受打击。 现在想想,如果父亲能对孩子说句,没事的,你能做到的,将去孩子就真的能做好呢。 而这些对于女儿来说很重要的事,却早就被亮剑抛却在了脑后。 最终,亮剑还是捏入着问出了心中不敢细想的问题。 本城的列车上,亮剑似乎一下苍老了许多。 他先去了妻子的墓前,嘴里不住念叨着,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你真狡猾,留下我一个人,不过啊,你真是交出了一个好女儿,而我还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吗? 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恍惚着回到家时,屋内传来喧闹声,三人正在家中说笑着,两姐假意配合,撇向女儿的目光却尽是心酸。 接下来,妇女二人共度了一段宁静时光。 阿姨在厨房饭厅之间平静流转,似乎连灵力的时间都变得柔软。 去除人生的冗杂后,一餐一饭,皆是过往变寻不到的温柔。 之后,两人又一起去了女儿一直想要去的餐厅。 看着父亲认真为自己点餐的样子,百合嘴角逼出幸福的笑意。 当然,不管亮剑如何伪装,做女儿的,总能轻易察觉出父亲的微妙变化。 百合给丈夫打去了电话,询问父亲是否去找过他。 丈夫撒了火,百合轻易识破,却并未选择戳穿。 不如就让这份默契保持下去吧,在这样一段时光中。 相比于怜悯与痛惜,有软于日常的爱意,或许是更好的告别之礼。 在繁衣新书时,亮剑第一次征询了女儿的意见。 这是一本年轻女作家的书,通常都是不接的。 但这一次,她想让女儿帮忙决定。 百合用了一下午,看完了整本书,尽管自己的英文不算出众, 但读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她说想看看父亲翻译的版本。 亮剑便不顾也存劝说接了下来,并邀请女儿加入帮忙。 最后一段时日里,父女俩都没有提及病痛。 书桌前,职业间,饭厅中,只有爱意,在平静流淌着。 夜灯亮起又落下,也许离别就在不远处。 但这一刻,父女二人选择各自承受苦楚, 而将共有的时光打包,也作为送给彼此的礼物。 一座完成时,亮剑主动伸出手来,与女儿鸡掌相助。 这份读书于父亲的鼓励,虽来得迟了些,但终归还是来了。 回去前,百合早起做了炖菜,这是她最爱的一道菜。 秘诀是要用芝麻油炒,另外还要加入蜂蜜调味。 这是妈妈发明的,你一定要记住啊,她提醒父亲说。 而父亲也教了女儿一道菜,豆腐芝麻拌菜,同样是母亲生前爱做的。 厨房中,百合向父亲告了别,明天我想回去了。 女儿语气平静,亮剑却满眼酸楚。 她邀请百合明日一起去听场落语。 尽管在她记忆里,每次去听落语时,女儿总是一脸嫌弃地说,我没兴趣。 为了掩饰心中悲气,亮剑怪生乖气地学起了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还有那个大箱子,借回去好了,一个女孩子拖着行李到处走,也太不像话了。 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父女俩吃完了平凡的一餐,明日冻有风雨,那也是明日的事儿了。 舞台上演员正说着有关父母儿女的笑话,而台下的父女却一边笑,一边流出眼泪来。 剧场之外,阳光明媚,就送到这里吧。 百合对父亲说,桥头上平静地告别,那个残酷的真相,父女俩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及。 百合,你要好好做那道菜呀,我教你做的,豆腐芝麻拌菜,你也做给你丈夫吃吧。 父亲忍着泪说道。 芳香、大姐兄姐姐,哪可你做的? 芳香、大姐你可以? 芳香、大姐姐,你也做得好吗? 我一定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车站中百合对迎接自己的丈夫说道 而此刻独坐于窗前的父亲 终于男人痛哭 但嘴上却也在念着加油 豆腐芝麻拌菜 百合将父亲教的菜做给了丈夫吃 另一边父亲也把掌握了秘诀的炖菜炖上了桌 还有酒馆中的老友 也要带去一份给他品尝 干杯 为了我们的女儿 人生的苦涩与甘甜 为又如此细细咋磨 才能品出其中滋味吧 这部电影虽设定有些老套 却拍出了难得的细腻与温情 影片为过多琢磨于病痛的残酷 而是将感情投注于妇女互动的日常 而这平静流淌的日常 却有轻易让人落泪的力量 目利所及处即是生活 最朴素的道理 也最容易被当代人所忽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上争论各种议题 无知无觉间 那些被虚空构建而出的观念 类别与口号占领了生活 而四季冷暖 一餐一饭 软到成了生命的边角料 要能给我们带来真实力量的 却正是那些细索 平淡 缓慢流淌的日常 山川湖海 过眼即逝 而昼夜 厨房与爱 却时刻伴随着漫长无期的人生 我们需要在其中寻得几分乐趣 这不是什么小资趣味 反而是深入生活的凭证 所谓人生最棒的礼物 大概就是 我能切切实实地 陪你走完一生中的某段路程吧 我是唐景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